他买了Adobe ADBE,657元有货 他说现在怎算好?是阿拉斯 如果你说Adobe来说 如果你当圆宇宙的场景 它是属于我们经常说今年是一个重实建虚 一定是做一些有实务的公司 经历过去一个多月 经历了一个很快的急速调整之后 其实你见到市场的口味就完全是重实建虚这个概念 就是说你要选择这个实务的公司 那Adobe是其中一个是重的 但是一个位置 我们想提到的就是 其实我们当时Adobe当然不是为了圆宇宙的 为什么他叫有实务去支持 就是其实他的商业那边的subscription做得好 另外很多一些网络的KOL 要用很多他相关的apps 那变成了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看好的东西 那现在他的估值开始吸引了 那我觉得你短线里面设定 可能大概就是上次的低位 470元来做你的防守滋舍 但是我觉得不要心急 因为一定是看今晚的CPI 那么我们再看市场变化 那个厚 不是厚名的 市场的反应是如何 因为我只是透露一点 那么其实我们昨天已经定了今晚两个scenario 那么我会这么说如果是一个乐观的scenario 我们才会特别加多些科网股 否则其实就要留意着 这些科网股可能我们觉得现在还是比较中性的感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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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